Hello,大家好,我是Sher先生Max 疫情太严重了,最近的视频都没有……你干啥? 他一过来,我就觉得不知道自己该说啥了 你别在我的视频里晃了 不是紧张,对不对? 不是,也不是紧张,那是这样啊 其实最近这两天真的是没办法出门 也录不了其他的视频 今天也是给大家口播一条吧 就关一关酒吧 酒吧是这样,就我们说娱乐场所吧 娱乐场所封为KTV 也不是KTV吧 在旁边,你别在我旁边啊 行,坏得很 我把它给赶走了 娱乐场所大致封为KTV酒吧 其实酒吧封为两种 一种是Local吧,就是当地的酒吧 当地酒吧,我们叫啤酒吧 有很多像你们看到的啤酒姑娘陪你喝酒的 或者给你倒酒的,就是这样一种 还有一种是夜店 那我先一个一个说吧 先说KTV啊,KTV的话大致是封为也是两种 一种是很常见,有很多女生啊,男生啊 其实我们很多游客进来之后 那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会去 我觉得进KTV里面都是充着点人去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们最好先一定要去咨询一下 因为之前有踩过坑的人 就是说是进到里面会遇到高消费这种问题 因为在泰国的娱乐场所碰到最大的就是 踩过的坑都是十有八九,都是出自于KTV 那你们去什么样的KTV 基本上就是去那些,你看 一到门口你们先看一看 有没有本地人去的 我这是个人建议啊,也是个人经历 不是说我去的多,是我平常朋友带我去的话 泰国人去的多的,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们发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没有什么本地人进去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就要去慎重考虑一下啊 我之前有一个哥们最夸张 就是我那天我们开玩笑说了,说这个事 说你有没有在KTV踩过雷啊 然后他说他踩过,他说他踩过 就是在清迈一个我们叫老清迈的一个人 在那里面都被坑了十多万猪啊 他已经在就是都是清迈喝出排行榜的一个人 都是进到哪个哪个哪个KTV门前 都是明就是什么大哥大哥那种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别说你新来的一些游客了 就是我们这些常待的人也要去 也都会去仔细去考虑一下 就是这是KTV啊 当然我也我也之前有遇到过 有粉丝问我说那去KTV能不能就是 就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啊 都能不能带走这个呢我不确定啊 反正人家也不是说是那种场所对不对 愿意陪你喝就陪你喝一个小时几百猪 你要想带走那令书啊 你自己去聊吧这个我不清楚啊 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能够去带走 这个跟我没关系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再说一说酒吧 酒吧其实是我说了夜店和当地的local酒吧 就是啤酒吧 那先说一说夜店吧 在夜店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泰国的大夜店很讲远口碑 但凡是开夜店你就发现很多本地人都去 那泰国的消费如果太高的话 他们开不下去的 你别说那很多人说啊那你指望游客啊什么的 你记着只要是夜店 泰国本地人都爱去玩 如果你消费高可能会遭到本地的本地人的一些抵抗情绪 那所以说我去的所有的包括曼谷的巴提亚的 然后清卖的夜店 基本上消费都是正常 那一瓶啤酒的话 可能大象或者麒麟之类的 你们最常见的可能就见不着 这一瓶正常的啤酒 都是卖一百猪左右 就小瓶的啊一百猪左右 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价格 所以夜店的话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补充啊 就是你们该去就去就行了 很多小姐姐小哥哥啊你们随意 再说一说local酒吧 local酒吧的话 那很多我们在路上碰见的啊 有一排排姑娘在那坐的 那这也是啤酒吧 就啤酒妹我们叫 那他们大多数是以兼职为主 那这样的也是也是有很多的 主要是男性粉丝啊 那女性粉丝之前有私信过我的 说那个说那光有男的去找小姐姐 有没有女的去找小哥哥也有啊 但是在路边的这些酒吧几乎是没有 几乎是看不见的 只有在KTV这样的场所才能够看得见 在啤酒吧的话 女生就这些女生她只是陪你去倒酒 也不是陪你喝酒啊 没有义务陪你喝酒 她跟KTV不一样 KTV就是一个女生或者男生 一个小时大概是400猪500猪 如果你找到找到好看点 我们就要俗话说的一分钱一分货嘛 当然也看你们个人啊 就是尽量不要去动手动脚 这个东西很危险的啊 有时候你会 你就喝喝酒聊聊天也挺好的 你如果说有什么过分的要求的话 你最好去征求一下本人 以免遭受什么意外嘛 对不对啊 这也是我个人去提醒你们的 那像这Local酒吧的话 正常她不是跟你KTV一样 你说啊 你陪你过来喝酒什么的 她不会的 她只是就礼貌性地帮你倒酒 她愿意陪你喝 愿意陪你喝 你想带走也是看你个人本事 那我不建议去说在那种场合之下去去那个什么 就是去找小姑娘啊什么的 就是她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泰国的服务行业比较 就是占的就是用功比较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一些女生的话 她们有一些像没读过书的 都是靠这个为生 因为有些上都有孩子的有家庭 她们都是靠这些酒吧行业去谋生的 不是说我们想的就是也不像外界那么想 就泰国就是啊很开放 去了女的就跟你走 没有那回事啊 真的是没有这回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说到过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这些有啤酒妹的或者是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啊 在本地人呆的这些地方先不说 我们先说游客常去的这些地方要避免的是 首先避免跟别人争分之处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个一定要注意这种就是酒后一上来 大家做什么事情都是不理智的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之前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轻易的乱点东西 我不是说喝的是类的啊 喝的也是就比如说有让我们神志不清醒的 还有就是抽这个的啊 就是一种叶子 我之前在一个短视频上提过一嘴 那我的朋友在8T啊踩过坑 然后前脚点完后脚警察出现 花了七八万猪 所以说在公共场合你们不要去碰这个 哪怕他过来给你推销 笑而不理 礼貌性的拒绝他就行了 千万不要碰 你就喝你的酒 跟姑娘聊天 跟小哥哥聊天 就OK了啊 不要去碰 没了 就这样的 好那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所谓的这个叶子 这个名字我就不叫出来了 因为它它不是合法的 就是在视频页上也是不能出现的 在泰国不合法啊 它只是医用合法的 它只是医用合法 所有人如果说你有遇到导游啊 或者身边的泰国人啊 或者其他的同胞给你推荐这个 说这个合法啊之类的 千万不要信 千万不要信 泰国连电子这个玩意儿都不合法 你在公共场合抽 有可能会费罚款的 那还有喝的东西的话 其实我倒觉得 在这些啤酒吧的话 正常喝的也不会坑你 像KTV也是一样 它的酒的性价比 虽然不是很高 但它不会去故意给你点一些 高消费的一些东西 那只要你不要去喝的神红颠倒 或者你自己啊 怎么怎么样的 而且你如果去的场所 场所是正常的 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酒吧这一块 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吧 那具体情况就这样 马上也要去苏梅了 我很也不是很期待苏梅吧 没办法没的地方去了 就在苏梅待半个月左右 先看一看清卖的情况吧 好 这一期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欢迎关注点赞 饿斯十额显示max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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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